我给大家说一下Bipers的基本的操作流程 算是对Bipers的基本能入门 这里有一个Bipers菜单 如果说这个菜单没有出现的话 你就再打开Mile的这个插件关键器 然后将这个Bipers所有的这个插件都勾上 创建Bipers的图表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创建插单下 然后直接创建的话 它会直接将你选择的这个物体 自动引入到这个图表里面 还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这个Windows这个插单下 这个这个Bipers的图表编辑器 打开这个编辑器之后 然后点击这个加号进行创建新的图表 或者说选择已经创建的图表 或者说在这个创建这个插单下 来创建新的图表 这里有个Bipers的仓库 这里都是官方预知的图表 你也可以去制作自己一些图表 然后和别人分享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当你调节这个参数的时候 它这个图表会卡Bipers的 因为它Bipers的这个编辑器当前存在一些限制 它这个限制以后会解决 比如这个卡顿这个问题以后会解决 现在有几种方法可以避免它的卡顿 第一种方式就是官方比较推荐的 就是按照那个Ctrl加那个点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暂停的图表 这时候你在调节它的参数的时候 或者改变它这个限度特别的时候 它都不会重新编译 因为它这个图表现在已经不执行了 当你把所有的参号调好之后 然后你再按Ctrl加点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将这个输出的这个端口 就是所有的限制给删除 暂时性删除 然后不让它这个图表进行计算 这个时候你在更改那个参数的时候 它也不会触发重新偏移 另一种方式就是 比如说你要创建一个输入节点 然后将你想调调到那个参数 放到玛雅的UI上 然后你在玛雅的属性编译器里面 或者这个通到盒面去编辑它 它也不会触发编译 这样也能避免一些 就是编译器重新编译 而导致卡顿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 我会先创建一个贝斯 它会出现一个基础的官方预知的节点图 比如说基础的航空图 基础的燃烧图 基本的粒子图 然后我们右键上面有个爆炸 将这个化坞炸开 它会将里面所有的节点已经暴露出来 我们可以在右键这个连线上面添加一个观察点 这个观察点能显示这个端口上的对象 数据它上面所存在的所有的属性 包括这个属性的大小 以及它是哪一种类型的 这可是属于它的属性的一个组件目标 就是说明它这个属性是属于哪个组件 它是体积组件还是点组件 或者说是实力化组件 或者说是面组件 如果我们在自定属性的话 我们必须要指定一下它的目标 就是它属于哪个组件 我们可以通过get 几颗体属性 来获取它这个速度属性的一个值的范围大小 可以先暂停图表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属性的一个值的类型 它是一个实量 而且是个速度类型的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它这个速度 就是体速速度长 它的数据的大小 以及最小这些最大值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数据 就是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它每一个值的那个 净确的大小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节点 你将它这个属性引到外面一个文本编辑器里面去 可以显示 它这个节点可以显示这个 就是彩像精度啊 这个速度啊 它大小 比如限制它100个元素 然后这100个元素所有的数据都会显示出来 如果说我们想精确的知道它哪一个元素的值大小呢 我们可以get这个速度 这是第0个奇迹元素的那个速度长的大小 它是0线的 它现在一共有 将近10万个提速 然后我们就看 第10万个提速的值 速度值是多少 这就能精确的大小 这就能精确的看到它这个第10万个这个提速这个值的大小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参与演示一下它的操作流程 现在我想让这个小球表面会发生变形 然后我先创建一个BIFOS的图表 先获取这个小球的位置 然后给它设置新的位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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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几点的这个菜单 可以是可以进快捷键的 比如说你 按下每个单词的开头第一个字母的话 它会将这个接点都显出了 这个比较快捷 将原始物体连接到这个 设置的这个界点 然后将它输出 现在是它和原模型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进过变形 让我们增加一个分形团流界点 它这个变形太严重 我们希望就是在原始的基础上进行稍微的变形 就是在原始的这个位置上已经加上 分形碳流击穿了这个结果之 然后给它设置新的一个位置 现在它是静止的 如果我们希望有动态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实践地点 然后将这个针连接到它实践上面去 你会发现它是动态的 当然不只是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点法线 其点速度都可以进行修改 不仅仅是这几个都是官方预知的一些获取的一些属性的节点 我们还可以制作自己一些 比如说自定义的一些属性 这个节点可以获取任意的属性 包括这个位置以及法线 具体的对属性的操作 我将来会在新的教程中去讲解它 在像中往往解决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用一个图表去制作所有的那个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分几个图表 比如说一个bifl的图表器做解算 另一个bifl的图表做缓程的数据处理 还有一个图表是做发射器 碰撞器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变形 这些属性的一些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图表之间进行互相通信 将一个图表信息传进到另一个图表里面去 比如说这个图表 我将它在这个小球的信息输出 然后我创建一个新的图表 我给一个值 这个值是一个 必须要是一个对象类型的 为了让它有一个对象类型的端口 然后在节点编辑器 把这两个图表节点给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通过这个端口的连接 让这两个图表进行互相通信 它能把他这个图表所有的属性与信息传进到另一个图表里面去 如果输出的话 它两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研究算法的话 你可以潜入到它这个图表解散器里面的深层次 去查看它这个解散器是怎么构建的 它里面暴露了很多一些基础的一些算法 比如说像这个节点 场节点 这个节点是所有的洞穴 逆场 比如说遮着场 还有特殊场 所有的场的计算节点都在这个节点里面去 这个是主要的遮着场 所有的遮着场的计算的一个节点 这个就是逆场 比如说宣卧场 重力场 浮力场 以及半径场的计算节点 你可以进到里面去看 它的算法是怎么实现的 并且你可以让它可编辑 然后自己去改变它这个算法 它的可视化编程性能是非常强的 因为它整个解散器的构建 都是用可视化编程式构建的 它没有用一句代码 如果说它的可视化编程性能不强的话 它官方根本就不敢这么做 像这种菜单都是一些基础的一些 一些操作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名字 就知道它这个菜单是干嘛的 怎么创建化合物 就打了一个包 打一个文件夹 创建背景 创输入几点 创输入几点 即发布化合物 这是发布图表 发布图表 可以上可以选那个图表的那个图标 还有那个说明文档 都可以自己去编写 如果你选了化合物的话 你可以去发布这个化合物 就把它当成一个资产 然后放到服务器上的话 其他所有人都可以用你这个资产 这个信息栏 这一边是 它对这个化合物进行一些说明解释 有些基本的用法 也每个端口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说明 大概的Bephas基本的流程就这样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加那个Bephas 一手之旅那个微信群 然后我们一起交流 如果不懂个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提问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回答你的 谢谢